权贵巨万 国旗掌门 海外富豪 军律英杰 麦凯伦 法拉利 劳斯莱斯 奔驰大巨 这是否是你心目中的红色家族爱肯 讲到红二代 红三代 不得不提这些个团体 他们的名字是延安儿女联谊会 将军后代合唱团 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 新四军研究会 喜华厅联谊会 红颜儿女联谊会 东北军爱国将士 后代联谊会 种种组织 五花八门 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 不胜美举 而其中风头最胜者 当属颜安儿女联谊会 每一年的新春 他们总会浩浩荡荡地出现在过去战斗过的单位礼堂 精英齐聚 和欢共勉 父辈荣耀 指点江山 重温当家做主的傲视情怀 新一代的官场贪腐 他们横为冷逝 新时代的堕落民情 他们慷慨正骨 上达江泽民 下捧习近平 是将红色血脉的家族风骨万事传承 颜安儿女联谊会 起源于北京几所著名中小学老校友聚会 在九十年代中期 发展为有拥有延安出生 学习 成长经历的红二代聚会的松散组织 新千年的世纪之交 联谊会中一些对江泽民时代党中央模糊的意识形态 以及干部队伍的腐化感到不满的会员 对联谊会进行了改组 并在2001年将联谊会名称 改为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 虽然红色贵族中的佼佼者 对于他们的声音映着寥寥 但毫无妨碍他们 在齐聚北京 发出红色家族第二代群体中 边缘人的时代声音 联谊会的成立之初 得到当时已经被排除出权力核心 主管边缘业务的政治局委员李铁英的支持 李铁英的父亲李维汉是前中雇伟副主任 母亲金维英是邓小平的前妻 李铁英本人就生长在延安 是一名实实在在的延安儿女 家庭背景可谓一流硬派 但在邓小平去世后 李铁英迅速被江泽民边缘化 排除出了权力核心 堂堂政治局委员 居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这种低级别职务 而同一时间 中纪委在沈阳挖出了木马大案 给曾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 和辽宁省委书记的李铁英 极大的震撼 要说李铁英对江 和对于时局有怨言 那是理所当然 而后来 李铁英也成了延安儿女联议会的上级组织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会长 延安儿女联议会的成功 2002年出任改组后的第二任会长的胡沐英功不可没 胡沐英的父亲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 是党内一大笔杆 意识形态斗争的先锋 如今这位大笔杆的女儿摇身一变 成了这一批红二代的精神领袖 今年已经82岁高龄的胡会长 还在组织聚会拍纪录片 办红色花展 敦促更多的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而他胡会长在互联网上最著名的片段 当属这一段影片 这些感觉这些年是越来越强烈 确实在舆论阵地上我们丢失的太多了 可以说话语权基本上不是共产党的声音沾上风 这个教育阵地的丢失真不是一日之寒了 我是觉得首先咱们的教师队伍就得好好整顿一下 因为现在七七八八一讲起人才 都是留学回来的怎么怎么样 我说这些留学回来的不是没有好的 但毕竟是少数 相当一部分是洗脑洗过了以后回来的 所以回来以后他再教这个年轻人 他用他的讲台实际上散布了很多 他在外面受到的这些 咱们叫自由化的资产阶级的这些东西 天天无形中就灌输给年轻一代了 这些年因为不讲阶级斗争了 实际上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 而且是方式方法手腕都现代化了 至于胡会长讲的对不对 本台暂且无法评价 但无疑是讲到了一些人的心坎上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虽然联谊会声势好大 动辄能召集上千名红耳带 发出他们的共同声音 但在实际的社会影响力上 却是远不能及他们的预期 原因也很简单 无非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据是权力游戏的失败者 甚至根本就是局外之人 虽然已经完全退出或是从未登上过权力游戏的舞台 但这群不服输的老人 还是热切地把习近平也以为自己的代言人 胡慕英会长在2014年的新年团拜会上发言 他讲到 马年的到来 大家是否都感到了一股越来越强的清风扑面而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举起了反思风 反腐畅联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旗帜 像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 像老虎 苍蝇们开刀 动真格了 这股清风吹散了浑浊之气 共产党的正气在慢慢升起 广大党员人民群众的党心民心 越来越向党靠近 群众赞誉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又回来了 我们作为共产党培育的一代 对父辈流血牺牲 为之奋斗的信仰的回归 对父辈艰苦探索开拓的 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更倍感欣喜和欢呼 不过 他们虽然向习近平表态效忠 但习近平 似乎却完全不吃他们这套 而且也不只是现在 习近平本来就从不依靠红耳带 反而是处处提防 多次整顿他们的舆论阵地 比如乌有之乡 毛泽东 旗帜王等平台 而连议会自筹资金拍摄的纪录片 延安的儿女们 拍完后到各部门送审 至今仍未通过 连议会痛斥 他们的影片不能面世 使政府各部门相互推诿 使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 而对于官场上的主流玩家来说 随着社会上对于红色家族印象的崩塌 各级干部对于这类红二代团体的态度 也越来越复杂 他们没有实力 却带着某种政治正确的光环 同时又被上风和普通人民所排斥 选择对他们避而远之 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除了已经退休的李铁应同志外 他的老部下李鸿忠 则是现在官场上为数不多的几个 曾热情接待红二代组织的高级干部 而另外一位曾把红二代组织 奉为做上宾的高级干部 是本台观众喜闻乐见的薄熙来同志 而普通百姓 对于红色家族的革命故事 家族成就的传承 则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感恩之情 除了毫不感恩 甚至有着反感方面的巨大共鸣 普通的网民 谈起他们的红二代联谊 自然是难免一嘴的酸楚 鄙夷与嘲弄之情 这个团体的存在 凸显出中国社会的割裂 这一批老人 仍在怀念父亲们 对全国人民的恩情 寄望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父亲 永远怀念和感恩 然而更多的中国人 是没有政治理想 或者说是政治冷感的普通人 比起政治上的信仰 经济的分化 才是普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这一群走不出昔日荣光的红二代们 一天天为自己的父亲歌功颂德 却对社会大众真正关心的问题避而不谈 当红色特权渐渐从中华大地退却 他们的一厢情愿 反而成为了中国人中的思想非主流 而他们却俨然不知 也难怪一些普通群众 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讲感到不适 当党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感恩 他们的信仰就与普通人民剥离了 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 胡沐英会长说 社会上有些人说 我们保卫延安精神 保卫红色江山 是为了继承父辈的江山 继承特权 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他们太不懂我们了 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 工作 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 确实 联谊会的成员已没有当上大官 也没有发财的红二代为主 这些老人毕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拥有一位好父亲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 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就是为什么我的父亲去世那么早 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舍弃了自我 以父亲的儿女作为自己的头衔 父亲就是他们望我的精神 和崇高的信仰 除了父辈的荣耀 他们已一无所有 胡沐英会长说 严安儿女联谊会 是由革命后代 自发组织起来的 联谊会成员很广泛 赴北是1949年以前 参加革命的后代 都可以参加联谊会 联谊会并不是围绕着 显赫的领导人的后代转 这个团体中 不仅有元帅的儿子 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 在这个团体中 大家都是平等的 虽然实际上 在这个联谊会中 所有人均以父亲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头衔 并以父亲的地位 决定所获得的礼遇 不过很遗憾的是 2017年后 各类红二代组织的活动 已经少见爆端 甚至是传统的新年团拜会 也消失不见 也许是对新时代 分外满意 亦或是有话难言 不过 这一切的困难 并不妨碍他们 仍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去年12月 延安儿女联谊会的 第一任会长 马清科 在北京逝世 马先生在被逐出 延安儿女联谊会领导层后 又组建了红色基因传承联谊会 他的复告 将他称为 坚定的马列毛主义者 坚定的武广阶级革命战士 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捍卫者 优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者 和活动组织者 这份由红色基因传承联谊会 系议人会长亲手发布的复告 虽然有错别字 但是在复告的字数 和荣誉头衔上 完全可以比肩 一位真正的红色贵族 三个月后 马老先生的追悼会 在北京海淀区 甘家口的一家餐厅举行 社会各界人士约二十人 出席了这位坚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追悼会 延安儿女联谊会的 胡沐英会长 没有出席 至于红二代们的联谊会 是否还会有更广阔的未来 红二代的老大哥 陈毅的儿子 陈小鲁说 为什么很多红二代 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